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尔洛夫身上都没什么反应了 这奥尔洛夫啊也是体重点太差 你看他这个脚下移动这步伐也是拖着步子走 我们原来那个俄罗斯有一个WB的中央冠军 哇 这一拳的分量 太重了 我们在台湾边上 像斧子一样 瓦罗耶夫啊 两米一七 对 俄罗斯据说瓦罗耶夫 这个乌干达选手皮特阿卡洛实际上现在是常年定居在日本 对 训练生活都在日本 刚才那一拳真是这是重量级的确实是非同小可 极具震撼力 你看那个奥尔洛夫打法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就是一个前手啊 你前手逼你往后退 你一旦这个后退的缓慢之后马上就是一个后手 啊 所以高大选手来讲应该说 呃 这是一种很聪明 哇 我皮特这一拳没没打上了 嗯 没打上了 这拳打在奥尔洛夫身上感觉就劲儿全陷进去了 对 就打在棉花里一样 这个比赛能不能打满十二回头我是持怀疑太多 这个赛前我们聊今天会出现几场KO的时候我把这场比赛列为会出现KO的一场 对对对对对 重战机本身来讲变速就特别的大 对 全太重 这奥尔洛夫这个从年龄从体力上来讲 你显得比匹特要要耳尔洛夫身一层 要占优势啊 后边的回合看匹特怎么样嘛 匹特 benzina 第一回合结束 这奥洛夫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 因为他是超动量的级别 这样是一个开放的级别 在体重上呢 没有过多的要求 这样在这个级别里面 陈建成所打出的权力力量 现在就是往角落逼这个啊 皮特现在是打反击 只能是反击 阿尔洛夫就跟一个坦克一样 很推 这一圈没让了 确实厉害 深大力不亏 你看这轻轻一推 弹出去了 这后手拳又不亏 这后手拳又不亏 这阿尔洛夫就是脚下移动差点意思 脚下移动再好点的比赛早结束了 参盘失忆不要打后脑 确实这个阿尔洛夫这打法也对 其实他本身也有这能力 这一圈够 我们过去征求了一下另外 那几个裁判的意见还是 刚才这一圈有犯规吗 他好像是搂了一下这个皮特 他打了一圈 OK 没事比赛可以进去 这个没胖了一下 正好他的庞大的神区把我们给挡了一下 没看清这一圈是怎么打的 刚才是不是摁倒的 对 没问题这是压着烧 没问题这是压着烧 没工开了 这种压迫式的打法 这种压迫式的打法 看着皮特奥卡路也很难再支撑多久了 对对对对对 你看他这个脚下移动现在 已经脚下移动现在 他就靠这种赌博式的摆拳 对 touluf这个执法也是很有特点啊 对对对对对温泽尔尔雅但是很有威п演 很很有威re非常有经验 啊 看随时准备冲上去中纸比赛 他知道这个重量级的拳 because 如果打中后结果 或者掌中的那个结果 你看皮特的前手连续的 这奥尔洛夫这个发力啊 他的后手前的发力不标准 发的不标准 主要是用着自己的胳膊的力量 这腰腿的力量没有蹬出来 你看 没有腰腿力量 完全靠这个上肢 对 完全靠上肢的 哇 又拍 哇 真是板斧往上爬 糟啊 哇 哇 哇 你看皮特 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讲 皮特还比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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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熟一些哈 但是年龄确实是大了 好 所以 competitors 成年龄压intérieur 很有经验皮特 哈哈 浚火一直处于被动 嗯 鬨 好 这一拳差点打到裁判身上去 这就属于就是摁着打 我就把你摁在这儿打 加上皮特这个奥卡洛动作比较缓慢 接着这一拳其实出半了 好的 现在来讲 双方应该说的 前三组合当中呢 给我感觉到有点唱按三的意思 节奏并不是很快 这也是重量级拳击手一个动作特点 大家知道呢 作为重量级拳击手来讲 他的体重非常大 他能给大家介绍了 一方体重是114公斤 另外一方打倒了140公斤 两位身高1米93 一个2米07 这要先让所腾载的体重的负担非常大 在这个情况下呢 对于拳击手来讲 在卡洛要想打出小级别的拳击手那种速度 那种节奏非常的困难 方方呢 接下来第四回合开始掌声 给我们加油阔队 这个皮特 沃卡洛啊 这个体能就是他最大敌人现在我看 对 刚才这个回合节奏之后休息了 王这自个儿全脚走的时候 都已经就是颤颤未未了 哇 跌跌撞撞 这步伐都跌 哇 这一百拳 哇 找这么打这比赛恐怕也就是六七个回合的事儿 我看布鲁斯随时准备要终着比赛的样子 对 赶紧走出来 这时候你让他给摁在拳台前脚里头是麻烦了 有经验的裁判在这种中心里面 你看他贴得很清楚 他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做出准确的敏捷的这种判断和反应 这一拳确实 扣两分 鸡蛋后脑 还好 警告了一下 警告了一下 再弄的话就扣你两分 哇 因为刚才他也反复提醒这个皮特奥卡洛要开大 就是头要抬起来 你不能让低头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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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对 对 皮特只能是打这种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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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a 这种反击 没有这种能力 Bri 哇 跟你记 reflected 对 好 всей 人 跟你局 奥尔洛夫虽然比对手年轻这么六岁 但是这体能也是一般 感觉他这体重太大 140公斤 上方第五回合比赛 现在开始 这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 奥尔洛夫要想中前击倒对手的可能性 其实也在慢慢变小 他自己本身消耗也很大 关键是要打准打反了 现在是 正要在我们的拳脚那 结束期的这个 奥卡洛的抗自打能力也真可以 实不实的也能还以颜色 对 这一两次的反击能遏制一下对手的机能 那种节奏和态度 这一两次的反击能力也认为 他认为你老这么多闪不跟我交锋你这不是个事啊对吧 这踢队这个这个不对这个啊 你这个手这个裁判 你这不能扶在这个围绳上 对 哇 这一团现在已经是无心连战 无心连战了 所以这个比赛 刚才这个轴顶确实太平衔了 这个皮特奥卡洛只能是通过这种摟抱 拖延 多权 准备反击 刚才说他已经无心连战了 你这有点那打死的小强的意思 经验还是有 好 双方的第五回合比赛结束 我手中已经拿到的 前四个回合比赛当中 他边的分数 在前四个回合当中 俄罗斯的前击手 在得点上 两位参判 看他39比37领先 一月参判 看双方38打平 全球比赛每个回合占卖分数十分 如果在一堂比赛里面 一个回合当中被这种击倒 而重新继续比赛 那么这个回合当中 最高只能得到八分 第六回合比赛现在开始 来看一下第六回合 刚才那个前四个回合比赛 这个比分按照WBC的规定 只要有冠军抽签的比赛 每四个回合就公布一次比分 两个裁判 这一拳真是 所以我们看他的战绩当中 有那么高的击倒率 应该说 也是有原因的 前四个回合两个裁判 判着俄罗斯选拳选择39比37 获胜 就是四个回合当中 他胜了三个回合 阿尔洛夫控制的 对 真是没体力了 腿软 靠一分 又靠了阿尔洛夫一分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 阿尔洛夫故意压 他因为你皮特尔卡洛 你投前行 那么低怎么打 老是低头低身子 对 他肘压什么这不对 你过于拳请的话 屡次这的话 你也是犯规 应该是吧 所以有些拳手啊 这个能不能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对裁判 做出裁决 做出很理性的这种 反应 应该说有些 不是很容易 对 不敢拿选手啊 他虽然进攻没什么能力 但是他的拖延战术 或者说他这个 对 哎呀 他拢抱拖拖 他接靠啊 这个功夫还是比较深 你看他这个21胜当中 有19次KO 所以说尽管现在看着 他处于下风 但是也绝对不能低估了 你这样让他冷拳给抡着 是是是 也不好说 跟你号一号 跟你号一号 突然的找一个机会 二洛夫呢 就显得不那么冷静 打后脑 这我刚才还说 这比赛赵正达 可能打不到六七个回合 就会被中敞 但是现在看来 还只有可能打满了 这俩人就都有点过了 实际上呢 在比赛回合影响之后呢 无关他的选手 来看一下第七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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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才两个人打得 这火都有点大了 这刚才两个人打的这火都有点大了 这刚才两个人打的这火都有点大了 对 我觉得罗斯坚守啊 二洛夫这个 可能心里更不平衡一些 对 我始终占主动 听说我扣我一分 哈哈 尔路夫对后手拳发力确实真是不好 看着我都替他着急 阿尔路夫对后手拳发力确实真是不好 阿尔罗夫这一阶段的前手有所下降 对 所以就让人给把对手放进来了 这个皮特尔奥卡罗就是往上贴靠 罗斯选手呢 就是小时候显得很无奈 只能用走推呀 用这种方法来化解 就是如果他这个阿尔罗夫啊 他的后手之间的发力啊 登记啊 腰斧的力量 如果能行的话 多好的赢机机会啊 这赢没赢上 你说他自己抡空了都 穿透力不够 对 我看他现在出拳都没劲了 就坚持 就是一个训练 不管怎么样 我也跟你坚持到最后了 对 这个上一期的全体育格斗杂志当中 有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 觉得奥阿尔罗夫也受启发的 就是谈这个有体面的输掉比赛 对 这也是一种能力 能力能力 好 双方第八回合比赛开始 好 来看一下第八回合 你看我 这个 一般男选手 皮特奥卡洛 还真是感觉 你觉得他快没体能了吧 他还总能 在一个回合休息之后 马上又恢复一些 他现在这种感觉像那种滚刀肉似的 对 你看起来那什么 胳膊断 你没法拿下 这是 这也是能力 哎呦 你看 又堵到前脚里了 问题现在就是 你堵得死 打不死 对啊 不死 对啊 他还总能拿着小刀子 在捅你两下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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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不能让你那么舒服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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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μη业打 Aqui 让你打 还要� Hahn 你看怎么样 对啊 对啊 你看他们的潜事来那不少 你看皮特吧,他没体力了,他把身体靠在这个游戏上,节省体力。 采放也是准备随时冲上去中止。 这场比赛,就是打不准,就是打不准。 这是这场比赛,这个游戏最少,打得最好的一个回格,就是出局效果最好的一个。 还有20多秒,看看能不能结束战斗啊。 奥尔洛夫真是看着让人替他招提。 真的,打准了不需要多,一拳就一拳,但他就是打不准。 得,又给了人家一分钟的时间。 双方到现在已经结束了8个回合的比赛。 我们刚才呢,也是和大会的仲裁,经过核实,在争夺洲际前王比赛里面,打到10回合也上,包括10回合和12回合,都可以决定洲际前王的归属。 而在一个世界际前王比赛里面,争夺世界际前王的比赛。 按过去,必须打到12回合,而今天进行的是10回合周际的重量体, WC的亚海地区的周际前王的归属。 所以,这个比赛也是以10回合来决定选户。 现在比赛进行的第9回合,我们一起打招,给双方命令人加油。 好,来看一下第9回合。 好,那么刚才呢,我的同事韩娇生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次WC这个比赛的,相关的一些规则的修改。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重量级的周际前王争夺,呃,由12回合调整为10回合。 对,实际,作为这个WC或是世界职业拳机组的规定。 打世界职业拳机的比赛必须是12个。 必须12个,对。 打周际的呢,也可以10个,也可以12个。 根据这个,这个,这个,拳手的情况,来决定。 其实我们看皮特这个左眼啊,已经肿了,只不过他这个肤色黑看不出来。 对。 人家现在左眼眉弓这儿肿得很厉害了。 站着有点站不住了。 就是坚持,这也是用精神。 这时候感觉着皮特再挨一拳就可以,就能倒,但是看还是在摇摇晃晃就是倒不了。 还做困受斗。 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奇迹。 看能够创造奇迹当局, 放过来,一还有一边有点多。 资格尼。 再来,我没人就这样。 我的地方两个不定了。 算是多点多。 这就是前面应该有点多。 我的自己给板子打了。 我对这些。 同意也没有这个比赛游。 裁判一定是向皮特的教练示意,可以终止比赛了,放弃吧。 虽然没有被击倒,但是应该说已经无力继续比赛了。 布鲁斯也是随时做好终止比赛准备了,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对方连续的进攻,他没有做出反应。 很有经验。 刚才又是在给皮特的教练示意一下。 其实他教练应该明智一下。 差不多就扔白毛巾吧,别这么耗了。 因为这个比赛具体比赛下,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意义不大。 只能是杜埃达。 对。 双方们现在已经打到了九个回合。 接下来是历史回合。 那么在前几比赛里,大家可以看。 双方的掉了眼,这时候,您看,主要做按摩。 这时候,我先拿过心结整理工作。 还要向运动员,双方会计定每一名全联统,只能用一名校车员进入他的承岛区。 助手必须在为比赛。 第二 作为职业型比赛呢 只能够打几十千百千公选的地方 不能使用分拳和砸拳 所谓砸就至少而下来砸 必须用前方部位 全力把前方部位打击对方的腰尾上 整个身体的膝盖的正面 近期部位是腰尾下和后脑 以及统领 往上方 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十回合的绝带 这个裁判一直在跟 奥格洛的两个教练在说什么 终止比赛了 不打了 没有实际意义 始终不起 那么仲裁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乌格洛全手气缠了 俄罗斯全手阿尔洛夫TKO获胜 所以 乌格洛全手比赛在第十回合 谈谈他事议 将他事计之后他始终做得不起来 这样被视为放弃 这场比赛在双方进行到九回合之后 俄罗斯全手以PKO技术技术技术方式获得比赛胜利 最终 俄罗斯全手狼角获得比赛最后胜利 赢得张继平周一全王 今一将败 因为赢得比赛 赢得比赛 赢得比赛